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恐怖片《模同》 影片一开场,胡子书和春花正在家造小孩呢 也不知道这二位到底谁的毛病 两人打拼了多年,至今仍是一无所获 这个时候,一个来自外星球的飞行器刚好掉在了他们家的附近 飞行器里没什么之前玩意儿,只有一个刚出生的熊孩子 对胡子书和春花来说,这简直就是九汉逢甘露天冷送来老棉窟 在胡子书和春花的悉心照料下 熊孩子长成良好,转眼十年过去 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是风平浪静 熊孩子规规矩矩也没给他的养父母捅什么娄子 但这熊孩子毕竟不是一般人 虽然看上去轻貌不扬,但智力超群 学校的老师们都认为这熊孩子是个神童 由于性格比较内向,熊孩子在同学中间并不怎么受欢迎 不过他一直暗恋的小甜甜非常信仰 胡子书和春花当年收养了熊孩子之后 把那个外星来的飞行器藏在了骨仓的地窖里 这个飞行器表面上看着像一堆非同烂铁 但其实充满了玄机 一天晚上,当熊孩子正睡觉的时候 飞行器给他发来了信号 熊孩子在床上猛的一哆嗦 当时就尿了一炕 听到动静的春花出门查看 突然发现一个黑影一换不见 春花来到骨仓 看到熊孩子正在试图打开地窖的门 熊孩子说我听到了一些既奇怪又熟悉的声音 春花说别胡说八道了,赶快尿尿睡觉 转过天,熊孩子在摆弄除草机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超能力 从此之后,这熊孩子就变得不那么听话 熊孩子跟他养父胡子叔第一次发生冲突 是在他生日的那天 当时春花的妹妹夏合和炮灰叔两口子 送给了熊孩子一把雷枪 胡子叔觉得孩子太小就把枪给没收了 熊孩子非常的生气 一拳就吹在桌子上 而与此同时,背后那几台电视机突然就断了电 对于熊孩子的顶状,胡子叔非常的郁闷 春花说青春期的孩子都这样 你也不要看不惯 咱俩在他这个年纪比他还昏难 转过天,胡子叔和春花准备带着熊孩子出去野营 春花在给熊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一些图片 除了几张青春期孩子都喜欢收藏的花包之外 还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图画 爷俩在打猎的时候 胡子叔对熊孩子进行了兴起梦的教育 熊孩子听完之后如醍醐灌顶 当时就清醒了 到了后半夜 熊孩子利用超能力跑到了女同学小甜甜的窗外 小甜甜一看下的是花枝乱餐 小甜甜的妈咪龙套婶听到动静破门而入 走到窗前看了看说没人的闺女 小甜甜说我绝对不会看错 就是熊孩子那孙 由于熊孩子最近的行为比较诡异 而且总是神出鬼没的 春花有点不放心 于是就把这件事跟自己的妹妹夏和说 夏和是熊孩子学校的辅导员 对于姐姐的担心颇不以为然 夏和说这就是清痕期综合症 你儿子我外甥根本没什么冒运 这个熊孩子除了行为诡异 而且还会经常画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一天晚上 胡子叔突然听到鸡窝那边传来的动静 于是便拎着枪走了过去 进屋一看 发现熊孩子正目不转睛的盯着那群勤劳能看的下降机 老母鸡们显然受到了惊吓 咯咯咯的直叫我 到了后半夜 鸡窝那边又传来了母鸡们的求救声 胡子叔和春花两口子进去一看 发现母鸡们全都领了喝饭 胡子叔说 刚才熊孩子一直盯着这群母鸡垂前于底的 我估计这事就是他干的 春花说你可拉倒 咱儿子才十二岁 你累不累 熊孩子和同学们在做游戏的时候 由于小田田比较嫌弃熊孩子 猛的一闪身 可怕熊孩子摔得不清 老是让小田田把熊孩子给拽子 可小田田却说熊孩子是个死变态 这下可怕熊孩子给气坏了 猛的一发功就把小田田的手指都跟前断了 得知自己的女儿被熊孩子欺负 龙套婶可不干了 在学校里是大吵大闹 龙套婶说 熊孩子上个礼拜六晚上到我闺女窗口前偷窥 这就是赤裸裸的犯罪 胡子叔说不能够 当时我们在外面野营怎么可能呢 回到家 胡子叔和春花开始下分析了 春花说 那个外星飞行器可能对他有影响 胡子叔说熊孩子虽然跟咱长得很像 但他从来不留血 也没受过伤 我觉得是不对劲的 可能要出事 这个飞行器到底给熊孩子传达了什么信心呢 其实也没啥重要的事 就是让他先定一个小目标 尽快拿下全世界 夺走地球人目前所拥有的线 到了后半夜 熊孩子再次摸到了骨仓 打开了地窖的门 当熊孩子正在跟飞行器交流的时候 春花即时赶到 熊孩子一个不留神 手就被飞行器划了一大口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除了飞行器 谁也动不了熊孩子一根汗毛 不过这时候的熊孩子 脑子还不是特别的轻术 不知道自己是外星人 当春花把来龙去脉跟他说了之后 熊孩子是火冒三丈 脑子当时就开了窍 然后他拿着花来到了小甜甜家 小甜甜说我妈不让跟你说话 熊孩子一听 马上就来到了龙套水上班的饭馆 七里咔嚓就把龙套水给杀了 并且还在玻璃上写下了自己特有的符号 第二天一早 警察王大白带着人来到了饭馆 发现地上是狼藉一片的 龙套水也消失不见 在窗户的玻璃上 王大白发现了熊孩子留下的符号 夏合在跟自己的外甥谈话的时候 发现熊孩子对于伤害小甜甜的事 没有丝毫的回忆 夏合说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 那我可就铁面无私就进不认了 一旦我向司法展望做了汇报 到时候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到了晚上熊孩子偷偷地摸到了夏合家 准备干掉自己的小医 可他的行径刚好被刚刚到家的姨父 炮灰叔给发现 炮灰叔刚准备强行把熊孩子送回家 熊孩子突然一发工 当时就把炮灰叔给送回圈了 然后撒子就撂了 炮灰叔开着车在路上寻找 可走出去没多远就被熊孩子给劫入 紧接着熊孩子开始使用超能力 可怜的炮灰叔不仅破了线 而且还丢了命 熊孩子临走时还留下了自己专属的符号 回家之后 熊孩子编了一套词打算糊弄过去 可此时的胡子叔和冲花一个字都不信 接到夏合的电话之后 冲花和胡子叔来到了医院 这个时候冲花两口子再得知 晚上熊孩子曾去过夏合家 第二天一早 冲花和胡子叔把炮灰叔的死询告诉了熊孩子 想看看这倒霉孩子的反应 果不其然呢 熊孩子听了之后一点都不惊讶 随后 胡子叔趁着熊孩子洗澡的时候 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件血泥 那上面正是炮灰叔的血 胡子叔急忙把这件事告诉了冲花 可冲花死活不信 说一个12岁的孩子 怎么能造成那么惨烈的撤祸呢 胡子叔说你懂个屁啊 外星人都有超能力 警长王的白在翻阅资料的时候 发现在龙套室的饭馆和炮灰叔被害的现场 都有同样的符号 特别像熊孩子的名字的缩写 胡子叔经过深思熟虑 认为这熊孩子不能再留 必须得送他见上帝 于是便谎称出去打猎 带着熊孩子来到了荒郊野外 打算一枪把自己的羊子给毙 胡子叔带着熊孩子走了之后 警长王的白来到了冲花家 可不管王的白怎么说 冲花就是不配合 王的白走了之后 冲花开始检查熊孩子的东西 在熊孩子的书包里 冲花发现了一本 画有各种诡异图案的册子 这下子算彻底明白了 胡子叔带着熊孩子来到森林里 他本打算一枪把熊孩子送走 可没想到熊孩子的头皮太和金还赢 被子弹击中之后一点事都没有 胡子叔这一枪 算是彻底把他爷俩 仅存在父子行给打破了 胡子叔一看大师不好 杀死就跑 可那还能跑得了 这个集超人幻 磋王快银和雷射眼鱼一体的熊孩子 再也没啥可留恋 上去就把自己的养货给杀了 当如梦初醒的冲花 给胡子叔打电话的时候 接电话的却是熊孩子 冲花说你爸呢 熊孩子说我爸已经挂了 你抓起时间改嫁了 很快熊孩子就杀了回来 哎呀 这熊孩子简直是人中奇葩 口中二花 好好的一个家 让他拆的是稀里话的 春花一看要大祸临头 急忙给警察局打电话 很快警长王大白和一名女警 他就来到冲花家 不过这二位就是来送人头 时间不大 全都因公殉职 春花一看 意识到要想除掉 这个刀枪无路的熊孩子 必须得在飞行器上想办 于是急忙跑到地窖里 从飞行器上扣下了一块铁片 哎呀 要说这飞行器的制造工艺 实在是不咋地 接下来到了山晴的时间 春花忽悠着熊孩子之后 就打算从背后把熊孩子给通 可没想到熊孩子早有防备 一把就攥住了春花的手腕 本来这熊孩子没打算干掉春花 可这么一来 他算是彻底死心了 熊孩子带着春花就飞上了高空 然后一松手把他羊毛给摔死了 这个时候刚好一架吃瓜的飞机 路过此地 熊孩子也没客气 稍待要把飞机给弄散架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 导演野心比较大 DC漫威全哪家 要想对付熊孩子 估计还在靠面吧